題目 我們如果單純是一個PIN四邊形的話 推導線 同一個平面的話 我們用的公式是一樣的 可是現在它是一個立體的圖形 然後它告訴你 這個P就要你找H 還有G的座標 這個座標 這兩個座標怎麼找 我們試試看 你該怎麼去找那個座標 H的座標 還有G的座標 我們這邊會用到向量相等的一個概念 我們之前在講過向量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兩個向量相等的話 長度一樣 方向一樣 對不對 方向一樣 長度一樣 所以我現在找H跟G的話 我要找H這個點好了 H這個點的話 我可以看EH跟誰 H我可以看這兩個向量 所以第一個地方我要找EH的話 我假設H的座標 H座標 我不知道 我假設這條AVC好了 我用S1 S2 用S1 Y1基本來表示 這是H的座標 所以在這邊 A柱項量我寫出來 寫出A柱項量 注點減A點 然後是-1 正0-1 然後寫出EH的項量 H去減掉E點的座標 所以S1要-1 然後Y1要--3 等於Y1加3 然後D1要減幾 減2 因為它是一個P16面體 所以這個A柱項量 跟EH的項量 這兩個會怎樣 降等 所以從這邊你會發現 S1-1會等於-1 Y1加3會等於-1 還有一個V1加減2 它會等於多少-1 所以從這邊 你可以知道你S1等於多少 0 Y1呢-2 V1呢-1 所以從這邊 你就可以寫出我們的 H的座標 所以我的H座標怎麼寫呢 S座標0 Y座標2 Y座標-2 Z座標4-1 H座標寫出來的 接下來我要寫哪一個 G 是不是 我要寫G 所以我們再把G 假設成是S2 Y2跟Z2 如果要找G點的話 請問你G點在這裡 你要用哪幾個座標來寫 你要哪個座標對哪個座標來寫 誰 先來看 AB跟誰 G AB跟HG 所以你H要先找出 而且你H的現在找不對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寫出AB相量 B減掉A 2-0 2 1 3 還有我跟HG相量來寫 所以G減到H G都要是S2 S2-0 S2 Y2-2 Y2-2 Z2-1 一樣 因為我的AB相量 跟我的H相量 會相等 所以我列出三個 第一個 S2會等於2 Y2加2會等於1 然後Z2-1會等於3 所以這邊我可以寫出 S2等於2 Y2等於幾 V2-1 V2-1 Z2呢 等於4 所以我就寫出G的座標 會等於2-1跟正式 所以這個地方它是立體的圖形 你在寫座標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去找出平行的相等的相量 你就可以把這座標寫出來 所以如果今天只要你寫H跟G 那請問你你可不可以接著把F的座標 還有誰的座標寫出來 C 可以吧 好 那你現在把HG寫完之後 順便把F的座標還有C的座標 把它完成 然後再把旁邊